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香港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梦幻联动 对活动牵头人 香港明星足球队创始人 香港艺人陈百祥来说 这场比赛也圆了他一个一甲子的梦想 是我专程请他们下来的 感觉当然很好了 这是我的梦想 我从13岁开始很喜欢踢球 带球场是我们的梦想 可以当一个记忆球员在哪里踢球组场 可是猪猪等了60年 我才能请全球上来 在网上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个一个人看 等一下再一点翻看 去了三个一 高兴得不得了 强强对决 话题十足 最终赛事以香港明星足球队3比1获胜 对于比赛结果 陈百祥直言并不重要 在他而言 两座城市的文化交流 以及因足球热潮带动的两地市民的互动和友谊 才更为珍贵 作为一支历经时光洗礼的队伍 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成员很多是香港演艺圈明星 他们曾在荧幕上风光无限 如今都已步入花甲股息之年 谈及网友对明星足球队饱刀未老的评价 陈百祥亦笑言其中玄机 当然我们不能跑得到他们那么快 可是我们的经验啊 我们推了节目多年啊 我们明星队是每一个星期 从1986年到现在没有停过的 都练球的 当然我从来都跟大家讲 香港足球明星队不是只是一人明星 我们根本里面全部都有退休的这些球员 所以对他们来说 根本他们没有这些球员 这公平一点 当然如果全部是老家英 谭仁伦 跟我跟苗球委 王一华 我们输十球都不止 踢球大半生 陈百祥对国足的赛况和实力一直关心 对于国足的未来 他也分享了自身见解 我看来看去 好像在陷了一点东西 我讲不出在陷了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无垠的 斗心 执受天分 要全部一起的 灵队教练 训练的方法 所以我跟比利很熟 我要跟马拉多娜踢过的 原来他们从小鞋子都没有 光着脚 在家的踢 全国都这样出来 不惜一阵就阵这个职业的训练 现在的球球员 十三岁 十四岁 就阵的职业训练 从来没有小球的基本技术 联系大了 如果现在十三了 我一定为国家 跟他们一起训练 除雀踢球 陈百祥的喜剧天分自不必代言 他塑造的一系列形象 往往镜头不多 但都笑料百出 深入人心 从早期《精装追女仔》中饰演的交通灯 以至后来联手周星驰 武状元苏起而终的吏部尚书 唐伯虎典秋香中的柱之山 鹿顶记中的多龙 都堪称经典 周星驰当时最红了 怎么去研究这场戏 我能够完全来控制这个 喜剧的气氛 这就是我的本能吧 你要将你的人生的经验 放进你的演戏里面 你怎么去控制这个喜剧的节奏 我从来没有学过 技研派 我做的就是我自己懂的什么 我就用什么 我用我的body language 我的身体语言来人力发酵 这就是我的强项 在足球和演戏之余 主持 唱歌 青商 陈百祥都样样在行 他也因在公开场合 夸赞自己一多步压身 量样是球第一 而被业界称为勒哥 勒在广东话中 有聪明厉害的意思 表示一个人有口才 有能力 而勒也正是陈百祥的人生态度 普通话是显摆 什么都应第一 从来没第二 雷就是我的态度 你要显摆的话 你要做很多不同的预备工作 就像踢球一样 我七十三 我什么都做过 我拍了九十大部电影 我做了电视 我相信我应该踢到八十三 我就怎么去细节杯 可能是我最后的愿望吧 如今已年于鼓息的勒哥 并不服老 他依然和队友练球 参加节目 奔波在内地和香港之间 对于时下热议的躺平 陈百祥亦用自己的人生经验 表明态度 谁欲宜安 抢球没用的 是你的 永远是你的 你想带红 带紫 是天给你的 你自己一定要努力 你懂得努力 你应征自己的身份 你做对了 天就会给你的运气 我们的年轻人 可能经过两代的 教生惯养 已经不懂得克服了 所以 躺平 你躺平你怎么弄得红呢 你都不服练去唱歌 不服练你的足球 你怎么赢呢 我们全部都是最重的 起步的嘛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们今天不工作 明天又没有饭吃 你学的东西 都是前人的经验 你怎么要成功 是你自己发奋嘛